熔熔在團隊裡他就是團寵 他就很可愛 就是沒有人可以欺負他 就如果別人欺負他 我們是會生氣的那種 要熔熔哭 全隊沒有一個人 熟住自己的眼睛 哲哲哲我是沒差 全明星子嫻 方化各務校態 啟示抽搓 藍德類線被團中熔熔一人破防 我想要跟黃隊的各務校態說 等你喔 還沒 知道以前 我想是校隊吧 但是因為像我是 我不是校隊 我是自己在外面踢的 對 所以我 其實對他下戰鐵 但其實我蠻怕的 哈哈哈 子嫻因為是扁平族 無法久戰 靠著從小練習足球 才慢慢變強壯一點點 在全明星的 他也發揮實力 以足球強項 扛下進攻 A的防守 拿下MVP獎 因為我有踢過足球嘛 所以 那時候 我是擔任後衛 但其實我是比較擅長進攻的選手 那時候 自己在場上心裡想就是不要被禁球 其實也沒想那麼多 我也沒發現說我好像就站完了全場 我記得當天我們是比三個嘛 那我射箭沒有上 然後 拔盒我算是 戰力的缺失 因為我整個人體重太輕了 可以說是我害大家輸的 因為我們插35公斤 大概都插在我這邊 我覺得 我個人最挫折的應該是射箭 我是射兩箭 三箭 然後砰砰砰 然後射在 右邊的那個把子的中間 後來就是發現是那個視差的問題 就每個人閉眼睛的時候看的那個 呃 視差會不太一樣 另一個方面是我手比較沒有力 很容易就是會這樣 會這樣晃 我會去看留言啊 上次比籃球嘛 看到最走心的留言是有個 網友就說 啊那個最矮跟最高的怎麼都沒上場 然後我覺得 奇怪 你嗆許揚最高就算了 嗆我最矮怎麼沒上場 不是很正常嗎 這種我比較會走心 但是那種 我覺得我表現的已經很好了 別人講什麼 我會覺得沒關係 但這種我覺得 哇 這完全不關我的事 你還可以這樣嗎 我就覺得 哇 真的是很奇怪耶 我應該不算是水座的 對 因為水座真的是什麼 德德啊 洪軒啊 我個人是還好 我有 但是我覺得我們那個點是 那個 融融 要融融哭 全隊沒有一個人 守住自己的眼睛 融融在團隊裡 他就是團寵 他就很可愛 就是沒有人可以欺負他 就如果別人欺負他 我們是會生氣的那種 他一難過我們就會覺得 哇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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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不住了 撐不住了 德德哭我是沒差 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家裡有一個 那個 那一天 可以 笑嗎 我們笑到久啦 從那一天起 就報道出來 每次他們鬥嘴 我跟陳瑜都會覺得 就是 很有談戀愛的氛圍 現在看他們做什麼都會覺得 哇 好甜蜜喔 可能 Like 會問加油說 欸 今天可以坐你的車嗎 我們在旁邊就會這樣 哇 你怎麼又要坐他的車 Like 跟那個 加油 他們比較像婦女關係 Like 表現不好的時候 加油會第一個跳出來 教訓他 或是跟他說 你要怎麼做 之前 Like 有得 MVP嘛 他就很叫他說 這是我女人 這是我女人 所以你有挑戰嗎 你知道他們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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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應該沒有吧 哈哈哈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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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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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